我采訪的這家店家叫做柏林樂器 它的地址位於桃園市大溪區明泉東路169號 我在柏林樂器裡面總共學了大概兩年的時間 電吉他老師和店長脾氣都非常的好 在這期間我也學到了不少東西 能在柏林樂器學電吉他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榮幸 接下來是有關採訪的片段 我想問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這間樂器行會叫柏林樂器 因為我叫王柏彥 那我中間一個字是有柏 那我就想說以柏這個字為出發點 我們柏有一個木 林也是木就是雙木 對不對那因為其實很多的樂器都是由木頭去製造 很多樂器都是比如像電吉他 或是木吉他 或是鋼琴其實基本上都會用到木頭 所以我想說跟木這個字做結合 那再來就是為什麼會叫柏林 因為這兩個字跟德國的一個很著名的首都 就是同名同姓 對那就是會比較容易讓人家很容易的去記得這家店的店 這樣子 是為什麼原因才會想要開這家樂器行 就是其實我高二就是踏入這個圈子 那我從高二就開始當吉他老師 一路到現站 那當然就是過程當中其實都還蠻有趣 而且也會協助當初的老師也是以前的老闆 那當初是在中立的每間樂器行去學習 然後去教學 我覺得會想要開這間店的原因 當然主要跟自己的興趣有關 那當然創業其實也是蠻辛苦的 開樂器行的資金大概需要多少錢 問到一個蠻辛苦的問 其實每一家樂器行的規模大小還有資金投入都不太一樣 不過大致上 以我這邊來說大概三四百跑不掉 光是拆除原本東西可能就要花了將近大概二十萬 這家柏林樂器開了幾年 近年賣日第八年 那柏林樂器行的營業時間呢 營業時間 營業時間請上 好 開這一家店一開始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那是怎麼樣客服的 困難喔 想辦法讓客人進來 那當然我們一開始全大西的一些可能的範圍 然後我們去派報 我們所謂派報就是 就像我們平常家裡會有一些報商雜事 就去派報 然後甚至比如說我會留一些 留一些那個稿子 然後就是路上看到學生 然後就發 這樣子 這過程中非常辛苦 因為你都是一個人 那你要教課 你要處理這些事情 之外我們店裡面基本上 全年無休 所以大概第一年第二年基本上 我個人的工作量是沒有在休息 這就是時間的問題 就是你只要熬過 這困難就可以解決 那開幕到現在 有沒有遇到過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 這是我們有辦過大概百人的成果發表 人數滿多的 我們還分上上下場 那我們也跟 就是有店一起合作 這樣子 然後共同去舉辦一個成果發表 讓別人去看到 我們兩家店的客社在哪 然後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同學跟學生跟學生之間 也可以互相的較勁 這樣子 就是算是一個 用音樂方式去做一個交流 那你們都是透過什麼方式行銷 播音樂器的 我們主要內容就是FB IG或是Youtube 那我們不定期都會 就是會收入一些學生練習的影片 然後我們會自己去做剪輯 甚至我們會幫學生去做錄音 然後我們會放在我們的Youtube上面 那我們也會放在我們的IG 或是我們的粉絲專頁 我們零樂器可以做什麼事情 項目其實蠻多的 樂器的販售、音樂的教學 還有一些樂器的維修等等之類 主要我們在教學項目的話 還有提供一些 跟其他電子卡 還有什麼 爵士鼓啊 貝斯啊 長筆小提琴 古典鋼琴跟劍壇 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甚至還有做一些燈光音響 或者是一些檢定的輔導 或者是婚禮樂團 對 還有我們還有練團室 可以讓大家群組一些 可能同學想要來練團一起玩 對 那我們大家有這些項目 那學習樂器的費用呢 好 其實跟市區的費用差不多 那 周費標準基本上可以 就是透過視訊來問問 那我們先檢大約再講一下 就是我們一起是四堂課 那每堂課是一小時 然後我們都是一對一的方式上課 那時間基本上就是看你怎麼選擇 跟老師的時間有沒有辦法配合 那原則上我們上課的時間 就是每週 就是同一個時間同一個時段 然後固定每週的時間上課 都是哪個族群來學的比較多 以學生年齡來說 他可能出了社會 他有多一項 可以跟人家交朋友的機會 那可能中年人老年人 他們可能是 可能曾經想學 然後沒有 就是那時候可能當時的環境不夠好 所以他們可能出了社會 他們想要圓一個夢想 在我們這店裡面 他們年齡層比較多 其實各年齡層都有 也都有他們對於音樂的執著跟需求 那可以介紹一下電口Vocal嗎 Vocal 這要什麼介紹呢 Vocal 翻臉上來 你看他誰 好可愛喔 其實我們家電口 就是他還蠻可愛的 他叫黃金獵球 那從小養到這麼大隻 他已經七歲 已經七歲 不過他通常我如果在上課 那他如果有客人進來 如果沒有鏈子的情況下 他就是像剛剛那樣 黃金開門 如果鏈子的情況下 就會像剛剛阿堆跳起來 然後會跟你們打招 握我的手這樣子 所以其實大家不要害怕 他雖然很大隻 但其實不用害怕 他也不會咬人 他就是 他目的就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歡迎你們來 對 而且他也不會咬人 也不會廢 也不會叫 一個非常溫馴的狗狗 而且他也很喜歡音樂 因為他從小就聽到大聲 能不能給想學音樂的朋友 但不知道如何開始的建議 學音樂會不會是很難的事情 好 我們原則上都會從零開始教 除非你有特殊的需求 不然我們就是 我們老師都會從零 而且很有耐心的慢慢慢慢慢慢 讓你學會這一項樂器 或是對這一項樂器有所認知 所以我覺得 當然就是學院就是 按部就班慢慢來 然後你到一定的能力的時候 老師一定會跟你講 有什麼事情是你可以做的 那你就可以在你喜歡的地方 或是喜歡的曲子裡面去做發揮 那才會是真正的 就是學期的一個性 達到一個學期的效果 這樣子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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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